郑爽挑战村姑眼界获肯定,张子怡,19岁的我站在舞台上一定不如她,浙江卫视眼男的诞生曝光新片花,刘烨评价郑爽,称她把角色无限拉近她自己自身的感觉,她更像一个小女孩,欲说害羞的那种东西她都有,张子怡则称19岁的她站在舞台上一定不如她,虽然节目绕到周六晚上10点才播出,不过从哪个片花已经能看到, 郑爽挑战村姑已经成功,获得了认可,有粉丝表示,第一次选择参加这种综艺多年呈现出来,是一种挑战,也是一种突破,期待郑爽的不一样的表现,敢问还有哪个流量小花赶上演技比赛,让老艺术家挑毛病评演技的,她是当红流量,敢于直面演技这类敏感问题,光是这种勇气就足够让人敬佩,她没有想过和谁比,超越谁, 而是想寻找自己的突破,支持你,努力的姑娘最优秀,敢于突破自己,加油小爽